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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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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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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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我的衣櫃是開放式的 然後我會放在 這個我會放在最上層 所以我就一定要個蓋子 感覺會比較 不會有灰塵 然後再來就是沙發 套 因為狗狗啊 狗狗很喜歡睡沙發 狗狗的味道會比較重一點 然後我們每次要拆 那個沙發套洗的時候 都蠻累的 所以我就想說 那拿一個好看一點的沙發布 然後就是有時候只要洗沙發布 就好了 然後我覺得這個圖案很可愛 我現在鋪給你們看 我先大概攤開來給你們看 喜歡 不知道 它的顏色配色我很喜歡 這布的顏色編織的 我覺得算 算跟照片一樣 就是 是紮實的 然後是舒服的 我覺得這還蠻好洗的 所以應該要放洗衣袋系 然後是那種很細的餡料 那沒有什麼太重的味道 當初我們還要再買另外一塊布 但因為就很擔心說 怕收到跟食品不一樣 所以我東西都先買一個一個 然後等到確定了之後 我才會又再買這樣 然後這一間我覺得還可以買 因為我覺得算還不錯 然後就是我覺得最重要就是 跟照片沒有落差到太大 這樣 再來就是衣服跟褲子 這是順便買的 然後我覺得還蠻可愛的 它是比較挺的那種襯衫的布料 還有什麼落差 然後這一件是Made in Korea 就是韓國的這個 這樣 那種夏天可以穿的鵝黃色 我買了一件舒服褲 然後它比較特別的是 它其實是棉料的那種卡其布 它就是蠻軟的 然後我會買這個是因為它旁邊 是比較特別的鬚鬚性 然後它的綁帶也是好看的 就是它的頭還有一個金屬頭 然後這一間啊 他們的衣服 這件也是Made in Korea 然後因為我都會喜歡找 會去韓國代購的店家 但是他們挑的衣服就是非常的多元 你要自己去找你自己喜歡的 就是因為我還蠻清楚我自己需要什麼東西 然後我會去找 就是它蠻喜歡自己挑貨的 這件我覺得 因為剛剛都很舒服 就是穿球鞋會蠻帥的 它再來就是地毯 我需要先看一下它原本的樣子 我怕我誤會它了 好我剛剛看完照片 我覺得真的是色差蠻大的 對我來說啦 因為我對顏色會比較在意一點點 然後它照片是很黃的 就是比較黃 然後我貼在這邊好了 它是黃然後米白 然後跟芥末綠 但是我收到的是橘 然後咖啡跟灰白色 就是完全不一樣 它可能照片有調的比較多一點點 棒 給你們看 它本人是長這樣子 就是很 嗯 比較暗的顏色 然後不知道怎麼講 就是很像 中秋節在吃的蛋黃 這邊很像中秋節在吃的蛋黃 然後這邊就是很像荷包蛋的感覺 就是 就是 不漂亮啦 就是很不好 不漂亮這樣子 大家沒關係 我們先看一下放在臥室好不好看 現在我們看這邊是已經組裝好的開放系的衣櫃 然後就是你可以看得到你的衣服在外面這樣子 然後這邊就是一個層帆 然後有一個 我放毛衣的地方 就是你要放什麼都可以 然後 然後 我就是要把地板貼在下面 然後把籃子放在上面 就是可以放一些 例如說帽子啊 或者是 不知道我還在想 然後 還在這裡 我們就好 還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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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轉個邊 然後看你會比較喜歡 你會覺得哪一種比較好看 感覺可以再買一個 但是放在這邊還蠻可愛的 或者是要去買一個比較軟一點的橙欄 然後放在這邊裝東西 然後地毯我真的不知道要怎麼辦 大小我覺得還OK還蠻剛好的 但就是顏色不知道怎麼辦 有一點踩在蛋黃上面的感覺 就是 好 那我來試穿新的衣服好了 就是這種大領子 很可愛 然後它有黑色白色跟這個顏色 然後我想說這顏色比較亮 這樣 然後啊它這邊有一個扣環 你可以把它打開 我覺得好像合起來會比較好看 它的前面娃娃裙擺就會更明顯 這個底線就會比較好看 這個底線就會比較好看 然後它是碰碰碰手 很可愛 真的跟照片的一樣 好 放褲子 欸 只有放褲子 你看它旁邊這邊 然後它有留一個空 有點像是運動褲 但是它是留運動褲的旁邊的空間 然後它是利用這種曲線去做設計 然後真的很舒服 很輕 然後褲頭就是我剛剛講 它有一個金屬的頭 那是這種金屬頭 然後它是做細線的 然後它這邊 它這邊是有做鬆緊帶的 就是 是舒服的 因為我今天才剛收到貨 然後我其實也是 忙買 然後 就開箱 收到東西都還算滿意 除了地毯之外 我會把消費的連結放在下面 然後你們有興趣的話 你可以去看 因為像服飾的話 那兩間我還蠻常去看的 尤其是 呃 姊姊的店 然後因為它的風格會比較 嗯 我覺得有一些東西都還不錯啦 就是可以在裡面找 然後另外一間的YAY 那個 我有時候會買 但有時候也會買到一些 跟自己想像不太一樣的東西 然後最近買下來 是覺得都還算滿意這樣子 然後是第一次在淘寶上面 買家試用品 地毯我覺得還是要自己 親眼看到會比較保險 因為我們最近有買一個IKEA 地毯也是現場挑 然後你要感受它的觸感 然後你要坐在上面 你會覺得會比較準 然後這次這個地毯呢 我覺得 我覺得顏色不對之外 它的優點就是它有一個厚度在 就是你腳踩上去是舒服的 然後 然後 它的優點就是這樣 然後缺點的話 第一個就是顏色不對 然後 我覺得切邊做的沒有很漂亮 就是它的地毯的邊邊 就是有一點 幾幾幾這樣子 就是沒有很漂亮 但就買了就先用吧 好那今天影片就到這邊 那我們下次再見了 拜拜